謝謝 大家吃百歲 吃百歲來聽香港 這個我們今天是新影片可以介紹 這個皇帝影律師 我剛才跟他在台港節 就知道他跟我們當天說 是芒果的 很多人知道芒果是最多的 還說真有 我真有的 其中的皇帝影律師 有什麼人呢 武京城武 還有我們皇帝影律師 請我 躲不爽 然後我們皇帝影律師 他的東吳大學 法律師 然後也是師範大學的博士 還在讀 還在讀 就是一樣 然後專程憲法行政法 國家配慘 那他也是我們以前民進黨的八年人 現在我就 再繼續廢話 我就把這個麥克風交給我們的主題演講人 黃帝影律師 謝謝 謝謝 感謝 我們各位神經 我們來美國 我用英文給大家問候 用台語給大家報告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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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你的 好 好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for your enormous effort and concern about Taiwanese democracy Also, I would like to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 and assistance from DPP US West chapter especially my friend Wendy Yang Last year, DPP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last party of the nation happened again in Taiwan, in our country Yet, the former autocracy's negative effects still work in Taiwan society especially in our judicial system Therefore, today, as an advocate, I am going to report you all about the real practice of judicial reform and the work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Hope you enjoy my sharing. Thank you POPPOINT POPPOINT I want to make you more POP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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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之前,要感謝各位生人 尤其是美生同胞 尤其剛才的不同 很多年輕人 尤其是各位生人的腳步 要為台灣的民主打招 尤其在海外 更是 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很多台灣的議題 需要讓海外的民主先進 共同來關心 共同來盜燥 我們國內的政府 才有可能有這個熱量 繼續為民主 發財人權 來繼續走下去 所以今天很感謝各位出席人 今天美生東部的餐廳 跟我們民主東部的年輕朋友 跟我們民主先進 跟我們支持 跟我們共同同款 這點在這裡也要感謝我們各位先進 感謝 今天要報告的主題是 我們的專行政義和思法改革 在2017年 這個過程 專行政義這個計程 其實在德國的經驗裡面 它有一個很基本的循環 就是說 人不可能都 完美 不可能都不會做不對 過去如果 戰經獨裁 戰經違反 我們就要面對這種律師 認真 你就是要去 去的條件 過去做不對的事情 你才有可能 以後不會再犯錯 所以在德國的專行政義裡面 還有一項要做的就是要 把律師的精神 來找出來 第二項 要把 追求加害者 的法律和政治的證明 第三項 要保障和保障 這個有損害的問題 第四項 就是 火勢力之後 再有完糧和和解 我們台灣對著的問題是 什麼 律師的精神 其實 大家知道 明明說 二日八四驚 違反通責 白色恐怖 很多的資料 當初是 到底誰是 了白 當初是 到底誰 來做這個東國的打手 到現在為止 很多 真相 還沒找出來 我們在做的是 哪一部分 我們只做到 我們要說 二日八要背上 有人要背上 但是 對真正 律師上 這到底是誰 做不到的事情 到底東國的時代 怎麼來違反通責 這些東西 我們其實沒查清楚 這是我們台灣專行政議 裡面 還要欠缺的一部分 所以 我們現時在看 這個 雖然 民進黨政府 只要去年 這陣子後 有來通過這個 不同東傘條例 但是 那些東傘 這是其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 立宿的精神 跟真的 對這個 違反 這個 加害者 折忍的追求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 帝國 他在怎麼做 這個 專行政議 他就是 特地 就去看 過去黑暗 維權通責 的這個律師 讓 理性的人 知道 過去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不能再翻 所以 法律這陣子 的追求 是非常重要 我們知道 最近你有看到新聞 在那 外電新聞 帝國有一個 95歲的老兵 叫做韓寧 等於9年 哎 應該是今年 去看破壞 他破壞是怎樣呢 他在納粹的時代 他站在外面 做 衛兵 做衛兵 納粹的時代 做衛兵 為什麼現在才去看破壞 因為他做衛兵 他沒有去裡面 倒閃 他沒有開肚子 但是 因為他站在外面 做衛兵 他就說 我做 好像獨裁者的打手 叫檢查官他起訴 這代表一件事 第一件事 你如果做衛兵的打手 你以前做 這個犯罪的 轉型正義的觀念 裡面 沒有失效的問題 你 還比較古早 你也要照顧 第二件事 是說 法治的教育 會讓人知道 你如果做不到的事情 要回失禮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韓寧的律師 在法定上 在替他辯護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老兵 當初是站在外面 在顧問而已 他也沒有去開肚子 不應該叫他負責任 但是這個韓寧 東京 跟受害者的家屬 會這樣 人家的法治教育 這麼大勢大飛 這麼清澈 有什麼會這樣 他說 你在裡面開肚子 在抬人 他站在外面 他是知道的 所以他心靈 他是幫助犯 打五年 一心打五年 他不聽他的律師 說過期的事情 我們現在常常聽到 國民黨 不要政治追殺 黨產不要來流 這就是法治教育 有成功沒有成功 中國一個老兵 只站在外面做偉兵 他也沒有做什麼 他只站在外面 但是他知道裡面 在杜山 他知道裡面 有做威法的事情 他現在 已經九十五歲了 看了五年出來 要一百 但是他願意認罪 願意把他的家屬 會心累 這是中國在做法治教育 成功的地方 我們台灣跟現在為止 沒看到法治教育 要進步的這個跡象 所以 專行政議 有辦法怎麼下去做 我們台灣 其實 願望我們各位先進 要繼續關心 因為台灣的專行政議 不是說 東山條例 條例通過 開始到東山 事情就結束了 不然 很多違反通敵 獨裁通敵 過去白色恐怖的列數 我們一樣 要把 離清真相 追究法律責任 才有後面的真的和解 才有真的後面的這個 我們人民可以繼續 這個後面的存在 我們台灣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修法的問題 修法的問題 我們知道說 中政大學 這個算 不是 不算媒體 也不是政治單位 中政大學的民調 它做出來 有八三四的民眾 不相信 台灣法官做的破壞是公正 這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不管我們現在在美國 現在是全世界民主國家 修法的角色是什麼 不管是行政跟立法衝突 還是說人民跟人民之間有求分 誰來決定 修法單位來決定 所以 民主國家裡面 只有修法 要讓這個可以做一個仲裁 但是我們台灣很奇怪 我們的修法單位做出來破壞 有八三四的人 不相信修法的破壞 這讓台灣民主的體責有很大的 風險一致 與人民 只要三權分立 裡面 不相信修法 這個 會涉及到 民主體制 正常的運行 所以修法改革 是台灣 只要 這個 新東倫體 之後 必須要處理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做一個歸納 就是說 修法 現主是台灣修法 有三個問題 其實讓一個人民都 感覺 不會信任一致 第一項是說什麼 法官跟檢察官 真正做 政治打趣的問題 第二項是 恐龍 法官跟檢察官的問題 恐龍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都看他的 跟社會 社會怎麼發展 社會怎麼 什麼經驗 他都不在乎 第三項 也很嚴重 是貪污檢察官 和貪污法官的問題 所以 現在 現主是台灣 全行政議 還不完成正前 其實 我們修法 民主法的動作 非常厲害 非常重要 為什麼這樣說 過去 我們各位民主先進 在努力 台灣民主法 我們透過 人民的熱量 讓國會全民改選 立法官有民主法 我們透過人民的熱量 讓總統抵選 所以 我們的行政權有民主法 獨特 獨特 司法權 跟現在我們看到 很多的國典法院 最國法院 那些人 同樣是過去 國民黨為權通責 所流亂的這些官員 只有他們 沒有民主法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的 包括說 司法改革裡面 必須要複複 民主法的問題 我們剛才說到 政敵打手 政敵力 干擁 這個司法的問題 最近 馬英雄的案件 什麼罪 一心打不罪 剛好這件 也是我 義務告法的案件 檢查官體 公司 但是 馬英雄一心打不罪 什麼理由呢 我們拿 馬英雄的案件 跟阿扁亞總統的案件 來做比較 就可以看出 我們的司法 到底有 政敵上 這個差別待遇存在嗎 我們先看 偵查階段 偵查階段 偵查階段是什麼 檢查官在偵查的 過程裡面 阿扁亞的案件 還沒起訴訟前 就很早就 騎了幾次檢查官出來 開一個記者會說 阿扁亞的案件 如果辦不下去 我們這些檢查官 下台一舉 說 這是我嚴重的問題 頭一項 我們的行事訴訟法 裡面規定 檢查官對有利不利 要一併注意 這是客觀義務 你不可以有罪推定 但是這段檢查官 遇到阿扁亞前總統的時候 這個法律上的義務 就要不起來了 你有利不利 不用一併注意 要不要起訴訟前 就開記者會說 阿扁亞總統如果辦不下去 我們都落台 檢查官不是政治論文 要落台是政治論文的事情 檢查官 從以前到現在 沒有說幾次站出來 誰辦不下去 我們要落台 只對到阿扁亞前總統的案件 會用接特殊的違法的手段 出來做這個政治宣示 你如果來比較馬英九的案件 因為馬英九的跟黃世民共犯洩密 這個案件 我們意誤告法的 意誤告法 在那時候 台北大檢查官要起訴訟前 早上 我還接到記者電話 跟他問說 待會兒台北大檢查要開記者會 這個 到底馬英九的起訴訟 這代表一件事 嚴守偵查不公開 你對著馬英九台北大檢查 連要起訴訟 記者全都不知道 要起訴訟前 完全沒有消息 連我們這種告法人也不知道 到底有要起訴訟 你拿來做比較 阿扁阿陳總統是起訴訟前 幾次檢查官 開記者會說要辦 馬英九的案件是 起訴訟前 嚴守偵查不公開 沒有人知道 到底會起訴或不會起訴 這就是差別待遇的存在 第二項 在心盤太大 就是說到法官那裡去的時候 阿扁阿陳總統也是 一樣自創學說 我說自創是說 法律領案沒有 就發官每次寫的 每次創作的 當作作文在寫的 剛才阿扁阿總統 他會自創作實質影響力 就是說 這個東西 隆壇的案件 跟阿扁阿陳總統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跟他的一款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因為 他有收進入現金 之後隆壇的這些 業主也還有 提到這些 應該算得標的好處 他就說 因為你阿扁阿陳總統 總統有實質影響力 所以 他算 很快 最高法院 自圍判決 很快就抓去關 你 一樣自創學說 你剛才馬英雄的案件 出現一個 憲法四十四條 願記調解權 就是說 馬英雄為什麼 拿黃世銘偵查中的秘密 拿來叫江儀法和羅志強 行政議長和總統府府比書長 進來講 可以沒有泄密罪 這個人 我看到什麼 他說 有阿 馬英雄可能有泄密 因為他本來就不可以 跟這個資料跟別人說 但是 因為依照憲法四十四條 有一個願記調解 馬英雄要來調解這個事情 所以 看他沒多 這也是自創學說 不要說全台灣 全世界找不到一個所謂的願記調解權 可以假作主缺違法四條 可以沒多 全世界的總統 都沒這種款 只有我們台灣的法官的位 就看馬英雄沒多 去創作一個學說 主缺違法 憲法四十四條 沒多 這個事情非常難過 為什麼 代表總統 有看 把手放進去司法的個案 偵查中的個案 按照這個邏輯 創英文總統 也可以說 看到哪個部長 哪個議長 要去奉公 來來來 我們笑 看 台灣的民主 會因為這種的境界 受到很大的危險 受到很大的破壞 所以 你看到為了要創馬英雄沒多 法官可以想到這種方式 來 替馬英雄有很多 無關到台灣的民主 無關到台灣的 全力分立的基本價值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 另外 我們看郭瑤奇的案件 跟馬英雄有案件 也可以看到 我們司法裡面 到底有政治因素的 差別待遇 每一遍都有一個禁令 出來說 有收錢 頭一方 郭瑤奇 這個禁令說 他 郭瑤奇收兩萬 離金 柴葉罐兩罐 一罐 錢說不清楚 柴葉罐幾罐說不清楚 柴葉罐 檢查官法院怎麼說 他說 我就相信 我採信 就是 只要對郭瑤奇不利的部分 頭前說不對 叫他呼呼 你什麼不對 調查 調查 叫他什麼不對 東西突銷 不算 就是要採信 對郭瑤奇不利 馬英雄的案件是什麼 這個 富邦案 他過去 富邦點的法院裡面 蔡明忠 他有受到 鄭文龍律師 因為他在辦案件 就問到 他說 你們富邦有關 給馬英雄嗎 他說 有了 他印象中 關國民黨 關馬英雄 有關1500萬 2008年 地律師很認真 他就去查 監察院的 政治現金公報 不管是馬英雄 還是國民黨 都沒有這條 1500萬 這條錢照對 結果 富邦怎麼說 他說 我記不住 時間點記不住 你在法院裡面做證 你做證 你如果說 白菜 是要負衛證罪的責任的 這是七年以下 尤其道行 你可以說 我頭前做證 做三年後 我以後把你扶扶掉 扶扶掉 扶扶掉 檢察官也沒有追求 富邦這樣的衛證罪 他說 好 那我財信 2004年 這是什麼意思 兩親控制 你政治現金法 再開始適用 進行的不用定義了 所以 到買了 馬英雄的部分 我就採信 你變更 共證詞之後 的 有力的見解 一次 牽結 你看 對不一樣的政治人物 一樣 有政人要反共 我可以採信 反共後 對郭瑤其不利 我也可以採信 反共後 對馬英雄有利 怎麼說 政治上的因素 就會讓人合理懷疑 我們的檢察官員 我們的司法靈媛 是不是在那裡 有差別待遇 另外這件 也是很明顯 因為這件案件 也剛才我頒 林一世的案件 我剛才佔作 他的污點證人 的便宜律師 當時 林一世 如果看台灣新聞 當時 有一個收費錄音帶 一刀本名 弊命錄音帶 這個錄音帶 裡面有聽到 林一世 通知3323 包括 裡面有要怎麼說 現在去網路上查 這個錄音還在 林一世 當時大家都在 質疑說 你不要研究政府的行政儀秘書長 跟社會這麼嚴重的事情 為什麼不用去搜索 秘書長的辦公室 這個辦公室 我們知道 我們辦行事案件 犯罪行為的地方 或者他辦公室所 基本都要 可以去搜索 你都不用搜索 那時候就很早 他會我們 用一個新聞稿 會社會的正義 他說 因為他照 行事所上法的規定 政府機關 如果有這個相關的禁錄 你叫他交出來就好了 不用搜索 我們這個事件 會嫁一個月 嘉義管政府 叫四百個檢調大搜索 嘉義管政府 也是政府機關 你剛才說林議士 行政院不用搜索的理由是 政府機關有政府 叫他交出來就好 為什麼 剛才民進黨這次的嘉義管政府 我就 發新聞稿 說四百個檢調大搜索 你剛才不一樣政黨的 結果我們的檢調大搜索 可以有這種完全 同一條法律 完全不一樣的解釋 林議士在那時候 大家在質疑 為什麼他老婆 林仙寶 不用約談 大家如果聽那個錄音 印象 彭愛在錄音裡面說什麼 在現場 他在賠償 說要賠償多少錢 彭愛在旁邊說 爸爸你要不要喝茶 代表什麼 犯罪的現場 有他們母 有他們老婆 犯罪現場的重建 不用傳喚證人嗎 那時候 我們問得很早 為什麼 民生保不用團 得很早的回應是什麼 因為他們老婆重聽 所以 可能不聽到 阿扁 陳總統大家記憶嗎 那時候八十歲的老母 三歲的孫子 減到黨員都說要賠償 怎麼會差這麼多 一樣是要不要傳喚證人 差這麼多 另外 在很早那時候 為了要暗截 麻營救的案件 其實很多 都我們這邊義務告法的案件 包括 包括他的財產來源不明 包括他跟黃士敏共犯洩密 這些案件 我們家就很早告發 他們都不在乎 都不在乎 包括那個時候 有三宗案 大巨檔案 大巨檔案是我這篇告發 三宗案是民進黨這篇告發 告發之後 就很早沒辦 現在政黨順帶之後 我們知道 三宗案裡面 現在已經收了 割政院 這案件不是說沒有事情 這案件是那個時候為了要暗截 知道 鐵情組為了要暗截 剩菜用 吉他方式來牽結 但是現在 為台北的檢視 他真的照法輪流行的時候 大巨檔案也開始流辦了 三宗案也開始流辦了 代表過去的鐵情組 檢察官 為了要暗截 麻營救政府的人 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另外這件也是很明顯 很好去做比較的 旁邊前總統 去給特政組起訴一條 做引力公文罪 但是我們知道 法院組織法的規定 它說 特徵組辦的叫做 總統、副總統、 吳院院長、部會首長之 重大貪毒案件 引力公文有貪毒 為什麼特政組合起訴 大家去問特政組的時候 特政組說文解治 他說 因為貪毒的意思就是 貪污加上毒質 所以 你把公文照照 不是貪污 但是是毒質 可以辦 所以可以辦阿扁總統 在那兩千十二年 我太會副英文主席在辦 這個宇昌案 我們知道 那個時候 國民黨用 我後的方式 全面下去 我後宇昌的事情 劉毅如是經建會主委 他拿出一個文書 這個文書上面 沒有那個力氣 因為他會剪下去 剪這個力氣 你後來拿包 拿包 拿包之後 我就說 你便造文書 文書上面沒有的 你會剪 我傳他走去地震組 我說我告發 經建會主委 劉毅如 為造宇昌案的文書 變造為宇昌案的文書 主委 經建會主委 是官 你官去變造文書 當然是獨子 如果 早前改歲 要去收阿扁的邏輯 我五年之後 踏到鐵棒了 因為 我現在只辦貪幕而已 獨子不用辦了 所以 一樣被簽解 宇昌案後來還是有後續 因為大家如果想到 那幾年總統大選前 有一個 判選判 判留意如愛 判兩百萬 判英文 因為他變造 這個文書 妨礙了蔡英文的名譽 真 但是貧書的部分 判不下去了 因為他 這個 真的不判 所以就沒辦法 所以現在只有貧書有判 新政府有做事嗎 其實 多少 一步一步在做 這是幾年 我們國會第一次 民進黨過半數 做一件事 非常淨汰 就是 毀掉鐵金組 因為鐵金組裡面 這個 權 他是最高檢查署 特別偵察署 最高 所以他的權 很重要 一種的權 沒有制衡 他的方向是什麼 全世界民主國家 有什麼權利分立 就是知道 你不能把國家的公權力 全部都放在一起 對我們人權來說 有很大的方向 所以我們 行政立法司法 都要分開 鐵金組 他的問題就是 我今天 上官的 最高檢查署 有這個 偵察的權 所以 旁邊總統 我要把他負 就把他負 他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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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所以他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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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人權的這些問題 所以帝國用他們的憲法 帝國基本法去說 我們的司法替兵不能做這種特別的法 因為非常的法院 不能相對應的 帝國就沒有這種特別偵查的機關 所以帝國沒有 日本的 日本有叫做搜查部 搜查特殊部 那這個特殊部是放在地檢室 像東京特殊部 它是放在地平的系統 它不是放在最高 所以不像台灣放在最高的這個問題 全世界民主國家都不像 在最高的這個問題 獨特我們台灣有 早前幾年 我們政策修繁和緩度 這是讓我們跟全世界民主國家的 偵查體系 接過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剛才說到 包括司法裡面的政體問題 讓人民不相信 另外還有恐龍的問題 恐龍的問題是怎樣 大家有印象 台灣發生這個黑心油的事情 黑心油的事情 大家都說 對台灣的參與影響非常大 裡面黑白銅燒油 這樣才不可以 我們最多 應該是上次看到一個新聞 說強貫的老闆黑心油 重判22年 他轉去吃油子煮 不然有救起來 這個事情 本來依照法律 就不可以黑白銅燒油 不是10片的東西 但是 我們知道衛英聰 近前馬英九工商後援會的副總會長 他同樣有這個 燒黑心油的問題 他一心是判不足 這就是衛英聰的案例 他為什麼判不足呢 法官店裡面自創法律要件 現在的使館法規定是怎樣 他說禁止餐位跟假冒 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吃的油裡面 我們在食10片裡面 你只能放10片 你完療只能放10片 你不可以放 幾幾塊什麼 地溝油啦 收水油啦 什麼皮圍下去煮的油啦 這都不是人在吃的 所以這不可以感覺 法律規定只有這樣而已 不可以 餐位跟假冒 所以我們剛才說到強貫的案件 判22年 但是為什麼剛才會判不足呢 因為檢查官店裡面 他有指證說這東西 在外南鎮口的黑身苗就不能吃了 法官店裡面說 你檢查官要證明說 從外南過來的這些原料裡面 多一架病死豬 它的原料你說是豬油嘛 原料是多一架病死豬 結果檢查官有材料去外南 抓一架病死豬來說 你頂身的油就是用這架病死豬 用到這種程度 而且他還加一個法律藥件 我們剛才說到禁止餐位跟假冒 就是你不能加進去的東西 不是食品的就不能加進去 加進去就犯罪 法官店要加一個藥件 他說 哦 對 這不是食品的不能加進去 但是如果加進去 你也要證明說 這個會傷害到 健康 會傷害到 人的身體 我們有可能說今天吃一頓什麼 他裡面有不好的東西 我們就水 可以說 這個黑心油我們吃一口 就發生什麼事情 英國關係如何證明 本來全世界在處理食安的問題 他就是在處理說 要降低的這個方向 不是說你一定要發生說我上海啊 我怎麼要出發 所以法律的規定 我們台灣的法律 也跟 比照歐盟跟日本 我們說 你不能加進去 不是食品就不能加 結果法官店要再跟你說 哦 他不是食品加進去 你也要證明說 你吃了有什麼身體的白癌 這就是 一心 打不出的恐龍 的定心的案件 另外這間 也是我們這邊 申請的大法官解釋 因為 台湾有很多人 沒有人動 這個 所謂的 中華民國國際 也說請了 很多 很多台派的我們的先進 說沒有人動 不管有人動 沒有人動 民主國家 都是言論自由 所以 你如果這支 國際 你要把它燒掉 要表達說你沒有人動 才是你欺負的 標示你人動 都是言論自由 台灣有我們台派的先進 就拿這支旗子 去總統府前 把它燒掉 我說我沒有人動 去不發現 因為台灣有這條法律 這條法律說 你如果武力國際 要打一年以後去哪裡 這條法律的 過去美國也有 等於一九百九年 美國那個時候 同樣有這個 得主的規定 說你不能無力 美國的國際 因為你要表達 對美國的連動 不能無力 美國人就很勇敢 就說哪有這個事情 去那裡拿起來 水也要打 也有人用燙的 打到最國法院去 所以等於一九百九年 美國的打官 最國法院的打官說什麼 他說美國依照言論自由的保障 不管你要武力國際 還是你要支持國際 都是言論自由 所以你現在說 因為你武力國際 要打官 違憲 違反言論自由的基本價值 但是 之後美國的法院 努力秀秀 都有相關的打官 我們台灣 之後 十七百年後 七條法律還在 而且我們跟大法官 那是馬英九這次 我們跟大法官 申請解說 美國二十七百年前 就選到 這種法律 違反憲法 言論自由 也只藏人 也除了 臺灣也是 entitled 人民主 保重的權 結果 neighborhood 這台北大法官 做一個不受理決議 不受理決議的理由是什麼呢 我忘記了 因為沒有法律邏輯 我忘記了 所以我們臺灣有恐龍的問題嗎 其實有嘛 因為二十幾年以前的 美國的法國就說得這麼清楚了 我們二十幾年後 中華民國國地一樣 不能買到沒有的法國 這條法律到現在還有效應 另外要說的貪務的問題 也影響到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這是 2010年 美國民黨立委何智輝 他本地有申請窮 Panzer 多久要伴 hardship 還我清白 結果就不開心多久 抓到了 三個法官 何義廷三個法官 全部收他的錢 全部收合智慧的錢 還有沒有法官 檢查官也收也抓到 所以司法的集體貪毒的案件 2010年 這些人現在有的力量去抓到 但是 合智慧 我覺得很厲害 他等一下就是要拍空進城 人家就走路了 現在走去都不知道 不必付法律政論 但是 嚴重 損害到我們台灣對司法靈媛的信任 為什麼 原來 三個法官都可以買了 我可以從有罪到沒有罪 另外是 檢查官也有收費的案件 這是之前高雄地檢署的檢查官 為了警簽罰 他用 其實這也是智慧刑犯罪 他說我可以 你案件你賣 我可以幫你起訴不起訴 他應該是這樣想 就是說 我如果幫你收錢 可能金流會出來 所以他拿的是什麼 他拿的是馬來西亞的開礦權 所以 在國外 底下是開礦權 而且還保證獲利 一千兩百萬 用這種風險 雖然抓到抓到了 但是抓到 他縱判十一年 辦徒刑 定驗 有怪到嗎 沒有 因為 進行就走了 這個 警察官舉家遷移 不知道要走了 所以 這個貪污檢察官 到現在沒有 承認 法律 他就走路 而且全部錢都刷出去 這是我們的思法 提供 沒有辦法來去 真正追究責任 而且是貪污檢查官的問題 我們在說專行政儀 其實 這個 動善的問題 我們知道說 現在民進黨政府很努力在做 盡情顧勵上主委 也很打拼在處理國民黨的動善 我們剛才說到 專行政儀 動善是非常重要的一項 但是不是全部 還有很多真相的發掘 包括檔案法 包括 促進轉型正義的相關法案 要趕快來國家來做 這是國家的義務 要來做 不是只有動善 動善的問題 我簡單的例子 過去 2012年 大家有英雄 三隻小豬 大家都到關 很感心 我們台灣人 很努力 都這樣勤勵 三隻小豬到最後沒有兩億 很感心 那時候 我剛好在 幫助他們總統做的義務書 我們去被告國民黨 只有他的鼓勵 二十九億 不要說本金 鼓勵二十九億 我們這樣全台灣走 這樣走 大家這樣倒閃 我們也沒有兩億的勵勵 結果人只鼓勵 二十九億 這是要怎樣拚 我們台灣人 拚勵很多 我們知道 我們不是用錢買的 黨的 所以我們不只有機會 兩次的政黨輪替 所以新國會通過黨產條例之後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 應該算 檢驗 怎樣檢驗 國民黨現在開始 知道 我可能黨產條例過之後 我的主餐 叫做 不當黨產規復的人民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現在很聰明 就說我整個暗驗 全部打手法官司 我們剛才說到 手法有什麼問題 政治問題 所以 我們看到東三會 那個時候連接 我六天 我記得通牌的佈座 說什麼黨產會連三敗 法院裁定全部黨產會輸 那法院裡面的行政法院裡面的系統 其實 你如果拿去比較 過去 什麼 暫時全力保護 就是說我可以加速分 抗壓這種的東西 國民黨剛才說 東三會要來投資 我全部給你提 你這個 要暫時狀態處分 就是說你先不要把我當 這要暫停 的意思 法院準 準的理由 你拿去跟法院 行政法院 過去的案件 做比較 他對人民是非常嚴重的 他跟你說 你如果人民要去向國家投資 我要替你提一個暫停 你暫停你不要給我投 換他跟你說 金錢不是難以回復的損害 錢又賺就有 所以人民申請都買過 但是 同樣的標準 在國民黨的時候 國民黨給了黨產會投資 他跟你說 這個金錢不是難以回復的損害 這個標準沒有了 他跟你說 你如果把國民黨投資 到時 國民黨沒有錢 東主席那時候洪秀柱 會被限制出境 這樣很危險 所以我先把他提起來 那法國書裡面這樣寫 裁定書裡面這樣寫 你拿來比較過期 行政法院的見解 跟對到國民黨的見解 這是造妖境 裡面多一些人 他是當國時代 所以老來的法官 全部都現行 這是2012年的統計數據 司法院的統計數據 這裡面說什麼 我們看最高的就好 2012年法官法通過 法官法裡面怎麼寫 說所有法官要嚴守獨立審判 所以要退出政黨 所以2012年出現了一個數據 這個最高法院有55%的人 2012年退出境洞 最高行政法院有50%的法官退出境洞 哪一檔 當然 這個 以前說法院贏貴 其實他們只能降過50%而已 但是你剛才這些法官 你就沒辦法 跟他說正常的法律邏輯 你沒辦法跟他說正常的標準 所以 副總統在今年的施改國事會議裡面 有宣示到說要監督淘汰不適任司法人員 這個制度的改革 這需要我們各位宣示 繼續頂我們的國會 繼續頂我們的司法 要實戰這個改革的決議 為什麼 我們只要決議過而已 不然 要通過法律之後 你才有法度 把裡面不適任的司法人員 做淘汰 所以現在還沒通過法律 民進黨有過半數 但是我們知道說 司法體系裡面 很多都在反控 要通過這種改革的立法 所以我們知道過去 為什麼檢察官的系統 國會游說能力很強 因為檢察官有法度辦案 我們的立委如果地方出身 剛才檢察官要辦案 他來游說說你這個販賣過 我們很多立委 不分進黨 可能都妥協 所以我願望各位選人 要繼續頂這些法案要過 如果沒過 我們今年的國事會議 破開的 立法沒過 破開的 你有進步的決議 也必須要有通過 專行政議裡面 很多事情沒做到 我們剛才說到的 你禮拜四驚 你的真相 到底是 現在好像出現比海賊 家修要來 說要補償 要補償 但是真正 家修的這些立書資料 也有公開 白色恐怖的資料 也有公開 這部分有 追求法律制裁 我們剛才說到 德國 連九十五歲的老兵 韓林 跟這兩年 都一樣的發行 我們也有看到 台灣專行政議裡面 有去追求家修的這裁 這個部分都還沒看到 這個專行政議 因為不去追求家修的這裁 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執法單位 很厲害 為什麼 2008年的東雲林來台灣 那個時候 我這個商品是 夢樓上面之後 女孩子他拿一隻國旗 警察說 你東雲林要來 你不能拿國旗 他一樣 手把他拆掉 拆掉之後 整頭就回來了 警察沒有這個 警察沒有這個 當然是下令的 王祖軍 不要叫政府的王祖軍 沒有這個 323 我們太陽花學運之後 這個 行政院 手無寸鐵 你如果去網路上面查 多少 學生人 坐在那裡 頭部也叫 說到老會老弟 有哪一個 警察 阿好 還是說 江儀法 下命令的江儀法 有法律折領嗎 完全都沒有 所以我們的專行政院 做一半而已 我們做的都是說 後面我可以跟你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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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前的折領 你如果不去追求 因為 就有人敢要犯罪 因為有人敢要犯罪 所以我們剛才說到的 專行政院跟司法改革 專行政院裡面的法案 不動 不讓我們的條例 這是要困定 因為我們拼了很久 退驚200幾次 過去 國民黨過半數 拿200幾次沒過 去年頭一次 立書意義 民進黨 要再回 過半數 通過這個法案 我們還有可能 讓台灣的政黨競爭 比較正常 不會說有人 還有一個政黨有動線 全世界聽不懂 那個動線 為什麼它可以經營公司 經營企業 但是 現在 問題是說 這條錢 雖然 東三會 把國民黨動起來 但這條錢 現在是 獨立在總統 獨立在新聚 那個 新玉台 那條錢還沒收歸國有 因為 它有發營動掉的 所以這條錢 雖然國民黨 不能再拿錢去買票了 但是 它要不回來 我們國家 這條錢 要不處理 所以 接下來 要再討論 就是 靜東法的立法 我們讓國家的政黨 要進行 法律依據很重要 你 這個 轉型正義的促進條例 也很重要 所以這是 後修 我們的專行政議 新國會 必須 就是說 後修 我們要繼續關心的地方 所以 我們說 施改國事會議 這 上面 前幾年的總統台選 三個 的候選人 包括宋初如 包括朱立倫 還有 剩他們 三位都有拿 這個 司法民主化 做政見 當然剩總統 動選之後 他的司法民主化 包括 他要聖誕正義 召開 施改國事會議 然後 這個國事會議 由下而上參與 這跟今年為止 是都有做 但是 我們剛才說的 必須要大家 繼續關心 說 有真正落去立法嗎 有真正落去落實嗎 不過 這個會 會變成無意義 裡面有兩個部分 我認為比較重要 也給各位來報告 第一項 是說 淘汰機制 我們剛才說到的 這個淘汰機制 檢察官 法官裡面 不適任的情況 他跟現在 很多 都一樣 在那裡 最高法 最高定法 一定 代表 淘汰機制 是沒有效的 過去是沒有效的 我簡單的例 黃世民 不聽國會 拿去把馬英雄做報告 報告 報告之後 黃世民破行 馬英雄拿這些資料拿來做政證 馬英雄破不住 那黃世民破行 他的結論是什麼 他現在 他現在每個 領人民十七萬六 退休金 為什麼呢 他叫他那時候 很膽 雖然黃世民被抓到 說你這什麼 檢評會 就是 那個時候 彭文正在檢評會 通過撤職 說 你黃世民不可以做檢察官 你這個撤職 那 經常禁止因素 他的程序非常繁複 用兩次監察官 彈何未過 來 讓黃世民 讓他順利 心情退休 所以 每個月領人民十七萬六 這代表 淘汰機制 沒有效 這 讓全國的檢察官 可以發官 一個 一個負面教材是什麼 你只要替東國 給母 你有好嗎 因為我 每個月領人民十七萬六 你就算 只要犯罪 被抓到 被判斷了 我同樣保障你一個月領十七萬六 所以法官法的修正 淘汰機制 要確實有效 第二項是什麼 法庭透明 這個法庭透明 是說 大家對法院不信任 是因為 大家都不知道法院 在裡面做什麼 法官在裡面 可以親菜工匹配表 檢察官裡面 可以親菜工 變你認罪 沒有認罪 這個事情 在法院的部分 可以透過法庭直播 讓人民看得到 他在做什麼 我們台灣國會全面直播 委員會在做什麼 大家去網路上面看 去電視上面看 都看得到 為什麼 同樣監督國家權利 我們在感動行政權 我們每天都在看總統要做什麼 六天問行政他要做什麼 我們在感動 我們現在上網點直播就有 為什麼只數法看 我們感動不到 所以這件事 施改國事會議 有通過決議 我們就要要要求 你真的要落實 另外一個國民法官 我的主張 我認為他們應該要走背心 跟美國這種權力分立 我說這個是司法權的分立 法官他全面只是發論而已 屬性的倫庁在做國威的社會經驗 要來判斷一個屬性 我相信不會輸給法官 法官只有全面在發論 所以 我們台灣人民現在對司法有八聲事 沒有要相信 這要徹底改變審判結構 你要讓人民說我願意相信相信 你在內部分權 你讓人民來判斷事實 法官適用法律 還有可能人民的重心說我相信司法 當然現在這次 司改國事會議裡面 對國民法官 沒有很清楚的內容 所以這部分還值得再觀察 最後就感謝各位先進 聽聽 願意跟各位繼續為台灣民主法庭來打拼 感謝